北極 北極是怎樣的? 北極主要是由大片的冰、雪和凍結的水域組成 以下是北極的一些特徵 1.冰凍的海洋 北極位於北極地區 在這個地區北冰洋被厚厚的海冰覆蓋 在廣闊的冰凍海面 上面經常會有裂縫、冰嶺和浮冰 2.冰山和浮冰 除了冰凍的海洋 都可以看到北極周圍的水域中飄浮著冰山和浮冰 冰山是由冰村上斷裂下來 並且在海洋中自由飄浮的大冰塊 浮冰就是相對較小的水冰塊 是海冰開始破裂的時候形成的 3.被覆蓋的雪地 除了冰凍的海洋 北極地區還可能有一些被覆蓋著雪的陸地 例如冰棚或北極群島 這些地區在冰和水面上呈現為白色的廣闊區域 4.極地野生動物 北極有極地野生動物 包括北極熊、北極湖、海炮 和各種在冰凍的景觀中穿行的候鳥物種 需要注意的是 由於冰層的變化和陽光的變化 北極地區的景觀在季節間會有所變化 在下季 由於北極地區經歷短暫的融化期 可能會有短暫的溶水池或者冰層較薄的區域